身着干净朴素的汉服 扎着丸子头 介绍馆藏的妈祖鼓造像时 总带着灿烂的笑容 八五号姑娘孙子玄 与妈祖应一场梦而结缘 2016年 她第一次踏上了妈祖故乡梅州岛 之后就慢慢对妈祖文化产生了兴趣 近日 记者驱车来到福建泉州惠安县 见到了正在为来宾讲解的孙子玄 我在一半相绝色很多 首先我是一位清洁员 然后平时需要的时候呢 我就要搞卫生 然后我又是一位讲解员 有客人来的时候呢 我就要讲解 然后我也是一位培训的老师 就是如果有学生 他们有空 也想了解妈祖文化的时候 我也会跟他们分享 一些妈祖文化知识 我还是一位学生 就是因为我对妈祖文化了解的 也不是很多 就这三年来每天的学习 就是你刚刚看到我们那些书啊 我基本全都看过 然后都会做笔记 然后不断的希望 从学术上面有所突破 也会经常去找那些教授 去骚扰他们 打扰他们 2018年 孙子玄与两位同伴 一起创立了 一半相妈祖文化展览馆 馆内收藏了 余千尊的妈祖造像 其中古造像超过300尊 从南宋时期 夫人造型的妈祖古造像 到清朝晚期 天后造型的妈祖古造像 跨越了八个世纪 就是越了解他越了解他那种 利得行善大爱的精神 我就觉得 原来妈祖他不是迷信的拜拜 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 他想传递出来的一些东西 是教育我们要学会感恩父母 感恩师长 还要更美好的去生活 我觉得 那我也尽我的绵薄之力 让大家也能感受到这一种情绪 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 也能做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自创立了一半乡后 孙子玄便全身心地 铺入研究妈祖文化 传播妈祖文化 收集妈祖古造像的工作中 但建管和收集妈祖古造像的过程 并非一帆风顺 因为其实 圈内都知道我们一半乡在收了嘛 那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不卖 不结缘之后 它就不再流通了 所以就价格一个是会比较高 第二个是 高之于我们自己也没那么大的能力 像最近有一尊在英国 它起拍价是几百英镑 拍到手势差不多将近十万 然后到五六万的时候 我就喊停了 我说我们没办法了 没办法去承受 你还要国内回来的一个运费之类的 就现在 因为我们这几年来嘛 都是不断的在收 然后开销日常的运营 所以就是在资金方面 是会比较吃力 我们就没办法 那价格比较小的 我们还是可以慢慢的收回来 这些年来 孙子玄也思考着 如何让妈祖文化适应当今时代的发展 让更多海内外年轻人接受妈祖文化 感受妈祖文化的时代魅力和文化内涵 因为展览馆一开始是没有名气的 也没有人来 然后我就天天坐在展览馆里去看妈祖 我想研究她身上的衣服 她到底为什么会穿这个衣服 这个衣服背后是有代表什么样的寓意 进而我就去喜欢上了汉服 然后发现原来穿这个汉服 她要讲究很多礼仪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把中国传统的礼仪翻了一下 然后去结合 把妈祖文化和传统的礼乐 进行了一个改良 创造了属于一半乡特色的 妈祖成人礼活动 然后发现很多年轻人也愿意来参加 我就觉得可以去推广 如今社会对妈祖文化认可度 以及关注度不断提高 一半乡的志愿者团队也在不断壮大 孙子玄对未来十分乐观 一半乡有一句话叫做 敬寻妈祖之爱 明德志 共善举 传承忠孝礼仪 就是希望可以开展丰富多彩的 妈祖文化活动 然后通过这种 让更多的青年人加入到 妈祖文化弘扬的队伍中 那一个是世界寻战 第二个我是希望说把妈祖的成人礼 可以向全国去推广 去拓展 因为光一个地方办 如果下次疫情过后 有可以办一百人的 或者一百五十人 简单的 是不是也会更好 还有妈祖的开比例 那我觉得到时候见证这一场景的时候 也会很幸福